作為一個星旗手 一定要了解國旗的歷史和知識 然後你要很清楚去升級每一個步驟 還有你一定要練習 你可能要出去一些課程 那裡進修自己 讓自己可以對國旗的了解更多 因為我們的學校都非常明確是愛國愛港 所以我們要我們的學生 了解自己的過敏身份 他們了解自己的定位 那今天恰好是第一個上課天 也是一年一個學年的開始 所以雙重意義 還有就是在最近社會的風雨當中 我們也一定要把國旗升級了